同学们好,我是黄老师,现在又是学习数学的时间啦 同学们,这一集我们来解决有关分数的问题 我们先来读题目,第一题 比炸饼平均分成八块 秀婷吃了一块 剩下的部分占整个的几分之几呢? 那同学们,什么是平均? 平均就是大小一样 我们来看看这个比炸饼 真的是切成大小一样的八块吗? 我们看一下 真的是平均的哦 好,那我们来看看 秀婷他吃了一块 那这一块就不见了,对吗? 那剩下多少要怎么写呢? 好,这是一条分数线 我们先写这个分母 妈妈背着孩子 所以呢,妈妈要写在下面 那分母是多少呢? 分母就是相等部分的总数 也就是这个比萨饼一共切了几块呢? 是八块,对吗? 所以分母我们写八 那剩下的部分是多少块呢? 剩下的部分 八块减掉一块就是七块 所以我们在分子的部分就写七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以句子来回答问题 那问题呢,它是问我们 剩下的部分占整个的几分之几 那我们就要回答 剩下的部分占整个的八分之七 同学们,这个是一块花圃 那老师又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图片 这个就是花圃 花圃呢,就是一块土地 是用来种花树的地方 所以呢,它是褐色的 那我们来读题目 第二题 文光把花圃平均分成十个部分 它要按照这些部分 种水仙花、菊花和向日葵 以小树分别写出每种花 占整个花圃的部分 那同学们 这个花圃种花的这一块地 它一共分成十个部分 那一整个花圃呢 它就是一整块地 分成十个部分呢 那每一个部分就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零点一 同学们还记得吗 十分之一是零点一 那会有十个的零点一 好,我们算看 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零点四、零点五、零点六、零点七、零点八、零点九 就是一 那十个零点一加起来就是一 就是一整块地 那我们来看看粉红色的部分 是水仙花 这个是水仙花 那水仙花它占了零点五 它答案已经给我们零点五 那为什么是零点五 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五个零点一就是零点五 那蓝色的部分呢 蓝色的部分是一个的零点一 所以菊花是零点一 再到橙色的部分 这边呢 是讲向日葵 这是向日葵 或者我们叫做太阳花 它有四个零点一 所以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零点四 我们这边就写零点四 那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了 是吗? 那同学们不要忘记 因为这个是应用题 我们要以句子来回答 那它要我们以这个小数 要用小数来回答 它不要分数 小数就是有小数点的 这个零点一 这个点就是有小数点的 个位数是零 小数点 然后这十分位是一 所以这个零点一 我们也可以叫做十分之一 那它现在要我们写的答案呢 是零点一的这种方式 它不要我们写十分之一 不要写成分数 它要我们写成小数 所以我们要按照题目来回答 那我们就要 每一种花呢 占了这个花谱的部分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回答 水仙花占0.5 这边0.5 那菊花占0.1 那向日葵占0.4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 第三题 那这里又有两个小朋友 这个男生叫做智文 女生叫Lana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油漆 好题目是问我们 智文啊 他要 他还要油 在油这个 篱笆的几分之几 才能和这个Lana油的一样多 那我们先来看 他要我们做比较嘛 对不对 那做比较的话 我们要先知道 他这两个人到底油了多少 好我们先看这个Lana 那Lana油了多少呢 首先我们先画一条这个分数线 那下面的分母就是篱笆一共有多少个部分 我们就算这个篱笆有多少个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共有十个部分 我们下面就写十 好有十个部分 那分子呢 分子就是Lana他所油漆的部分 这个Lana他油了是黄色的 我们就算一下 黄色他油了几个部分 一 二 三 他油的部分是三个部分 所以分子我们就写三 所以Lana一共油了十分之三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字文油了多少 一样我们先画分数线 然后下面一样是写十 因为全部是加起来是十个部分 那青色的部分 他油了多少呢 一 二 所以分子我们就写二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字文他油的是十分之二 这个Lana他油了是 这个十分之三 所以字文比较少 Lana比较多对吗 他问我们呢 字文如果要油的跟这个Lana一样多的话 他还要油多少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Lana怎么回答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做比较 Lana呢 它油的是十分之三 字文油的是十分之二 所以我们就拿大的三片 减掉两片 还剩下一片 所以字文他还要油多少呢 他还要油十分之一 好 我们再看 那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算也可以 我们自己画一个长方形 把它分成十个平均的格子 大小一样的格子 要画两个 因为一个是Lana的 一个是字文的 那Lana呢 它油的部分呢 是三格 字文两格 所以字文还少了一格 对吗 所以如果他要跟这个Lana一样的话 他就要多油一格 所以他就会讲 我还要油十分之一 好 所以呢 在回答的部分呢 刚才他问我们 这个字文还要油多少 油几分之几 才会跟Lana一样多的话 我们就用句子来回答 字文还要油篱笆的十分之一 那这里呢 有一个高思维题 他问我们 整个篱笆都油了七 而Lana油的部分 比字文的多两片 Lana油了篱笆的几分之几呢 那同学们 整个篱笆如果要油完的话 油完就是十分之十 油到完 就是十片 把十片都油完 叫做十分之十 那然后呢 这一个Lana呢 它必须要比字文多两片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Lana和字文加起来 必须是十 对吗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画这个分数线 那下面呢 就要放十 因为有十片 然后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是这个Lana的 那字文的部分呢 青色的嘛 那这两个人呢 他们油到完是十片 所以它的分子呢 加起来 这两个号码 加起来一定要是十 可是这个Lana的号码呢 要比这个字文的这个号码 还要大多二 那什么什么号码加起来是十 可是其中一个又多了二呢 同学们想一下 答案就是6和4 那因为这个Lana比较多 所以6放在Lana这边 字文比较少 所以4就写在字文这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6加4 6加4是不是十呢 是哦 然后6减4是不是等于2呢 也是 所以呢 这个Lana呢 它有了里巴的十分之六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那玉民呢 他在一张正方形的白纸上涂颜色 那同学们知道什么是正方形吗 正方形就是长度和宽度一样长的四方形 不论呢 我们是打横还是打直 长度都一样 那玉民他说啊 正方形的一半已经涂上这个红色 那他问我们呢 我们觉得这一个玉民讲的话是正确的吗 那同学们 一半呢 就是二分之一 那一般上呢 我们画一半是这样子画的 对吗 一般上我们画 那这是二分之一嘛 一个正方形分一半 那左边是二分之一 右边也是二分之一 或者我们会怎么画呢 我们也会这样子来画 上面是二分之一 下面是二分之一 对吗 或者我们也会这样子画 斜的 那这个旁边 左边 左下角的这个部分 是二分之一 右上角的部分 也是二分之一 通常我们画二分之一 会这样子画 可是我们不会像玉民这样子画 对吗 可是呢 其实啊 老师先讲个答案 其实呢玉民它画的 它真的画的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一半 那可是我们要怎样证明它是一半呢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图片放大 把这个玉民涂颜色的这个图片放大 那我们来看哦 从这个左这边呢 对齐 从这边 从上面这个边哦 对齐这个三角形的顶点 然后把它切开 把它切开 那就会变成两边 那我们来看看左边的这边 那左边的这一个呢 长方形它被画成一半哦 那它涂上红色的部分 是不是二分之一呢 是 是吗 左边的是二分之一 那我们再看看右边的这个部分 也是一个长方形 比较瘦的长方形 也是打斜画了一半 所以红色的部分也是二分之一 对吗 所以呢 左边的这个红色的部分是二分之一 右边红色的部分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当它合起来的时候啊 涂红的部分 也就是整个正方形的二分之一 那同学们有没有比较明白呢 所以当我们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说 玉民说的话是正确的 好 同学们 因为是应用题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句子 来回答刚刚的问题哦 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呢 就是到我们要做功课的时间了 同学们请翻开数学活动本的D 91页 好我们来看看活动六解决问题 第一题 我吃了十分之三个蛋糕 这个是文力讲的 那子龙讲什么呢 子龙说 我吃了十分之二个蛋糕 他问我们 谁吃的比较多 文力十分之三 子龙十分之二 是文力多还是子龙多呢 同学们把答案写在空格里面 第二题 名人把一条绳子平分成七段 他用两段绑旧报纸 用四段绑旧书刊 剩下的部分 占了这个绳子的几分之几 那同学 他这边问我们剩下 剩下就是减法 好像刚才问谁 谁就是要回答人的名字 那剩下呢 就是我们要减 那怎么减呢 比如说 现在黄老师画了一条绳子 那我要把它平均分成七段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每一段都是七分之一嘛 七分之一七分之一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 还有七分之一 一共有七个七分之一 就是完整的绳子 那有两段 两段是绑旧报纸 一段两段 然后又有四段呢 是绑旧书刊 就是一二三四 那我们剩下多少呢 剩下多少 那同学们要回答几分之几呢 那你都知道剩下一段嘛 可是你可以写一吗 不可以 因为你要写几分之几呢 答案是七分之一 你就写七分之一 那同学们要用这个数字来写 或者是文字来写都可以 好我们来看下一面 第九十二面 第三题 秀婷把一张材纸 材纸就是有颜色的纸 颜色纸 的五分之一 用来折纸船 零点四 用来折兔纸 哪个作品用到比较多的纸 这边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比较多 要做比较 要做比较呢 就是我们要先知道 这两个用了多少 然后我们看谁用的比较多 十分之四 还记得吗 它是十分之四 那十分之四就是四 四个的十分之一 四个你就涂四个十分之一 然后涂好了颜色过后呢 同学们看是 是纸船比较多 还是纸船比较多 如果纸船比较多 你就在这边写纸船 如果纸船多 你就在这边写纸船 明白吗 同学 这个空课里面是写纸船 或者是写纸船 你们涂了颜色 你们就可以马上就看到 水比较多 好来到最后一题了 第四题 西地把水倒进一个桶里 它每次倒的水 占桶容量的0.2 它需要倒多少次水 才能把桶盛满 好 本来是空的就是0 那盛到满就是1 它每次倒呢 就会加0.2 那同学们可以学老师这样子 画箭头 每一次跳两个格子 就是0点的 你看看你会画 跳几次 就表示它需要倒多少次的水 就会盛满 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各位同学 可以吗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上到这边了 今天的数学教学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